今天所辦的這個論壇 在李長庚市長的號召下 應該是會創臺灣第一個 我們從現在開始 我們希望做退休理財教育 來做更大的一個推廣的決心 希望能夠提升大家在投資績效 或者是投資教育 甚至在好的山群被看到 然後也大家能夠有更好的政策 可以在這個地方做反應 對臺灣來說 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在未來可以想像的五年十年裡面 我想對於中國的整個經濟發展情勢 但是它是跑不掉需要用很大的關心 因為它不管是好或者不好 對臺灣的下一個階段的發展 都有相當大的關鍵影響 假設我們今天ASCO每年十月份的 第一個禮拜世界投資整週當作一個聯合的論壇 大家一起來努力 我相信對於臺灣本身的投資理財 推薦規劃和教育推廣 會有很大的幫助 那金融市場的發展 好的商品 好的公司 好的投資團隊所創造出來的東西 怎麼樣落實在整個金融市場上 可以變成是他們財富的一部分 這個部分的政策 我們也希望透過這個平台 能夠不斷的每一年來解釋 我們還可以多做什麼 所以我想這個論壇 從今年的今天開始 希望能夠幫臺灣的所有投資人 不但是這個投資市場的 專業化跟能見度可以在國際看到 投資要趁早 理財也要趁早 我們一定要理財 為什麼 你不理財 財不理你 也謝謝今天這個很像的活動 我們邀請很多國內外的專業學者 希望大家能夠對投資不再害怕 然後更勇敢投資 透過長期穩定定時定額 我相信可以把這個收入拉高 一個人一定要兩項專長 一個專長就是 你本業的專長 賺取你自己的基本的一個財富 那第二項專長理財 就是要把你賺取的這個財富 透過合理的增值報酬 來讓你未來的退休 生活可以過得非常好 我們要留在 ans潛a 我們要留在新的房子